来来来 湘姐您请坐 以下主持人在你心中的牌名 萨贝宁 马东 蔡康永 张绍江 何久 这怎么牌 我这是谢娜 李湘 这样你牌这个 我牌这个 我们来牌吧 我会把 这样吧 咱们这样 咱们用一种方法 咱俩都不尴尬 是把咱俩的名字都放最后 都先放到最后 董卿应该排在这一阶 国家的大的晚会 都是董卿 何老师 鲁玉资历来说 从第二 康永大老师定列第二 现在是小S 就定列第三 马老师第三应该是打最难看的 对 大伙就要见到他了 别告诉他 我可以接受 好 完了 完工 我相信我和湘姐今天合作 一定非常愉快 没错 因为湘姐没玩过老人渣 欢迎来到由苏云超市冠名播出的 半局的诱惑 半局的诱惑 把人生的事情就归类为 撑死 以及吃东西 所以招待你吃 然后你要经历一番杀人的游戏 好 我们一开始呢 要玩一个 I never 就是我从来没有这个游戏 请马秘密解释一下 好的 社长大人 我们这个游戏请大家伸出自己的右手 五个手指 右手 张少刚老师 右手 然后我们的每一句话都是 我I never 我从来没有 比如说 我从来没有吃过饺子 吃过的要窝一个时候出 我们比的是谁最先被说成了拳头 就干杯 干杯 干杯 来 请天第一个说吧 好 第一个说 我从来都没有高冷到不开微博 就是谁没有微博 谁自己卷一下对吗 是的 谁没有微博 孝刚老师 我从来没有当过老师 你这害到很多人 这个也很直白吧 我当过了 我从来没有看过少刚老师的节目 这么狠 所以是看过的就要窝对不对 看过就要窝 你看过吗 我不看 我没有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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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刚现在几个收集了 我窝了两个 李皮香的一个都没 我没看过他的节目 我没看过他的节目 法官大人 我觉得他们都在针对张少刚 这特别不好 特别不好 特别不好 我从来都没有不做节目 在家里面做肥皂 自己做 对啊 手工皂嘛 会啊 下次要送我们一块啊 下次见